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三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勇敢三明治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 这段关于勇敢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 以赛亚书35章4节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神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 他必来拯救你们 亲爱的小朋友 老师最小的孩子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班上有一个同学 对他说了一些话 让他很不开心 这个同学还把他一起玩的朋友 都抢走 也不让我的孩子跟他们一起玩 过了几个礼拜都是如此 我的孩子很难过 但是又不敢跟同学表达自己的心情 他回到家跟我诉苦 正好被两个哥哥听到了 大哥是六年级 就很生气的叫他跟那位同学说 叫他小心一点 小哥哥在四年级 刚好跟那位同学的哥哥同一班 小哥哥说 他明天会去了解一下状况 我最小的孩子 知道两个哥哥都替他撑腰 壮了胆 就决定要自己去跟同学说 他上学时 勇敢的询问那位同学 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结果发现 那位同学并没有如我孩子以为的针对他 反而十分欢迎他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 有的时候我们心中胆怯 是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会保护我们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靠山 自然就会胆子大起来 因为有人帮我们出头 我们不用自己承担什么 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无论什么事都有天父替我们撑腰 成为我们的后盾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胆怯害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节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神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 必来拯救你们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节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神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 祂必来拯救你们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是我随时的倚靠 求主帮助我明白 我不是独自一人面对困难 帮助我有刚强勇敢的心 感谢祷告 事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这边